歡迎收看電玩宅蘇佩 我是主持人思月彤 寶可夢相信是不少大小朋友心中的最愛吧 最近也推出了無數的亂賣作品 不過啊 你相信嗎 寶可夢居然出現在我們的世界了 登登 哇 最近新加坡發現了一種全新品種的小牆 它的襪型和某個寶可夢超級像的 雖然我不知道是哪一種寶可夢 但這聽起來很不錯 對吧 在現實世界發現全新的物種是什麼感覺呢 近日在新加坡森林自然保護區內 發現了新品種的蟑螂 寬蟲學家傅茂生和Christian C. Lucanus 對其DNA進行研究後發現 這個蟑螂從未被科學紀錄下來 可謂重大發現 並表示這蟑螂外表和寶可夢 究極異獸 費若美狼有不少相似之處 它比一般蟑螂擁有更強的觸角 還有從頭部延伸下來的翅膀 壯似費若美狼的頭巾 細長的腳也和費若美狼的美腿一樣苗條 加上彼此都是寶可夢的粉絲 於是決定將它命名為費若美狼 2021年就有人將三種澳洲甲蟲 以傳說寶可夢 急凍鳥 閃電鳥 火焰鳥命名 此外 享有超高知名度的寶可夢珠子玉三家 也被認為和台灣本土知名藝人超級相似 一度成為台灣熱門話題 看來從科學界到演藝界 寶可夢的魅力真的是無法擋呢